45. 中國經營報 三星兩大子公司合併理在用低調接班 2015年7月27日志在公司C06吳文庭三星正在緊羅密股地實施一系列複雜的資本運作 日前,三星集團相關董事會通過了第一模擬公司Chill Industries 三星集團的實際控制公司和三星物產高達80億美元的合併方案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不僅以未著掌控三星集團的理事家族擊敗了美國對沖基金 同時也未著理事家族繼承人理在用對三星電子的控制將得到強化 自從去年5月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健希病島以來 接班人問題和業務調整重組變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 隨著智能手機市場步入紅海 三星的核心企業三星電子業績下滑 以及韓國政府收緊針對交叉持股結構的規定等 三星內部變革已經開始 據國外媒體報導,在7月17日的投票中 掌控三星的理事家族擊敗美國對沖基金Elliott Associates 以69.5%的微弱票數優勢 獲得股東批准第一無職公司和三星物產的合併方案 根據合併交易條款,新公司將保留三星物產的名稱 9月1日完成合併,9月15日重新上市 實際上,在這加新公司中 李在庸將持有16.5%的股權 而通過交叉控股 其也將控制完三星物產公司持有的 三星電子公司4.1%的股權 目前市場價值為67億美元 業內人士分析,此此合併 有利於簡化三星集團複雜的股權結構 而更重要的是理事家族的繼承人李在庸 將獲得對三星集團旗下最重要的企業 三星電子的控制權 入籍以來,三星內部的股權結構 以複雜著稱 三星模式一書中展述到 以2013年12月31日為基準 李會長家族擁有非常市公司之 三星愛保樂園46.04%的股份 愛保樂園擁有三星生命19.34%的股份 三星生命擁有三星電子7.53%的股份 三星電子油擁有三星SDI20.4%的股份 三星電器擁有23.7%的股份 三星重工業擁有17.6%的股份等 分別在24個子公司投資了股份 三星生命投資了18個關係企業 三星SDS也投資了11個關係企業 創業已久的關係企業 滿意在多個關係企業出資持股 而在這種盤根錯節的交叉持股網絡中 李氏家族得以用不到2%的股權控制了整個三星集團 然而 這種股權結構正在面臨內外雙重壓力 自從博錦慧當選韓國總統之後 已禁止新的交叉持股出現 並推出稅收減免政策 來鼓勵財法鬆綁現有的股權結構 讓控股公司更加的透明 再加上去年5月 72歲的三星集團會長李健希恩突發心臟病住院 沒人認為他會將2010年逃脫路育之災後那般 重新掌託三星 其獨指李在用繼承副業迫在微節 如果不改變原有的股權結構 李氏家族的繼承計劃可能需要承受巨額稅費 眼下 對於三星而言 三星電子模擬是最重要的企業 按照營手計算 該企業已超越日本競爭對手 成為全球電子行業的領軍企業 同時 其芯片、平板電視機和智能手機業務均位居世界第一 行業分析師預計 下一步李氏家族環將目光瞄準 外包公司三星和三星電子的合併 目前李在用持有三星的股權 合併之後 其持有的三星電子股權將會更多 但這一系列的重組計劃真的能如此順利進行嗎? 外界對於李在用的能力 似乎並沒有足夠的信心 現年四十七歲的李在用二零零一年 加入三星電子 十年後出任副董事長 雖然通過與谷歌 蘋果建立強大的夥伴關係而斬路頭過 但其負責的Samsung公司在二零零零年互聯網泡沫中 當遭遇虧損也被受外界關注 此外,Elliott Associates仍會干擾李氏家族的值班計劃 據了解,Elliott Associates持有三星物產7.1%的股權 最近還買入了第一無職公司的股權 未來期仍然可以通過法律手段 對此次合併交易提出反對 作詞作詞作曲嗎? 在附加後開始 。